今天呢,咱们打发音针 你们两个,谁想来? 等一下,你去打 我交钱,还是你去打 你去打 男同学嘛,就得永安一点 今天呢,我们就打一小针 你一块针就一小针 那是你们 交钱就不疼 你放心,我打针不疼 我的天哪,这医生打针也太疼了吧 丢成的痛苦面具都露出来了 怎么还没打完啊 好了好了 好疼啊 终于你同学,该你了 这么粗的针管,要是扎到我的根部上 我家子不得跳这么高 然后跳进了天鹅舞 并且呀,还得哭三天三夜都不止呢 不行,我不能让我这儿交起我的胳膊 受这么大的痛苦 我得想个办法才行啊 黏土 有了,我可以用黏土做一个胳膊 这样一手打在这个黏土胳膊上 我的胳膊就不疼了 我真是太聪明了 先把大包的黏土搓成一个长条 这个粗细跟我的胳膊差不多 不过这胳膊是不是有点太短了呀 再做一个 把这三截胳膊做好 等会儿放在我的袖子里 пока,这样一肢才会挺长的 我肯定挺有的 和你的颜色 我得很赤 我得不赤 这胖妞啥时候变得这么喜欢打这样呀 有点反常 反常的像她胳膊一样 胳膊 胖丁啊 咱们打这个是她右边胳膊 啥 我说 打右边胳膊 医生 我打左边的胳膊行不行 不行 必须打右边的 那我这粘土胳膊不是改错了吗 干净吗 粘土胳膊 行了胖妞 你先干净个粘土胳膊糊弄我 我就说吧 胳膊反常 胖妞这下要完了 医生 我说我不是故意的 你信吗 信不信 必须要打钉 轻点啊 这打着也太疼了吧 早知道不错粘土胳膊